冒着大雪纷飞 慈禧之宫来到海拔两千多公尺的清源镇家坊 老旧的红砖屋 周平原住在三平大的陋室 车祸受伤 丧失工作能力 妻子肃请离婚 带走儿女 那多久了 五年了 五年了 所以要得手头宽裕一点才能够再开车 把他取出来 取出来 是不是 改善了主要主要了吗 清源镇高达1408户有残疾 直接以贫困者为重点关怀 这两天能 下雪 路上滑 那出去溜达溜达 透透气的时候小心一点 走入小心 好呗 独居的赵义鸣虽然眼忙 却很乐观 学艺精 平常上街摆摊不挂 眼忙然后什么东西看不见 但是他却多彩多月 自己有胳膊有腿 使世界的所有美丽我都能看得见 所以我就希望 我就希望能够用我的这双眼睛 去发现更多 更多贫苦的人 然后帮助他们 74岁的奶奶得独立照顾 16岁的孙女 没事的 就眼睛有一点不舒服而已吧 不是啊 眼睛马着开吧 又不是被女照又不能喝 事情都要把它放开心胸 刚刚说心开会怎样运转嘛 穿上志工送的大衣 奶奶开心的为大家转圈展示 把我们的爱留在心里 好 离别时坚持送志工到门口 别别别送出来 别出来了 别出来了 依依不舍之情 让志工们更笃定 要把握每次全地温暖的机会 大衣新闻 这是美志工赖美娟 姜文龙 甘肃报导 不是